人工语言与构造语言和形式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 与自然语言一样 它们是分布式约定化过程的结果 而不是由个人或群体有意识的构思的 与中心设计者的想法相反 研究人工语言的人工语言演化领域 可以被视为更一般的文化演化研究的一个子部分 另一方面 人工语言是由单一人或一群人有意识的设计的语言 人工语言演化在文化演化研究中的作用 是提供一个受控的环境来研究语言的出现和演化 人工语言可以作为自然语言的代理 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受控环境中研究语言的出现和演化 透过研究人工语言的出现和演变 研究人员可以更了解自然语言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此外 人工语言可以用来检验关于语言的出现和演化的假设 例如语言透过文化传播过程演化的观点 以下是电脑模拟 机器人互动或人类受控心理实验中使用的人工语言的一些范例 一 世界语 世界语是一种人工建构的国际辅助语言 由波兰眼科医生Ell Sominhoff U19世纪末创建 他旨在医于学习和使用 并促进国际交流 世界语用于电脑模拟 机器人互动和人类受控心理实验 在电脑模拟机器人互动或人类受控心理实验中使用人工语言的优点如下 一 用于模拟受控环境中人工代理 机器人或人类之间的真实互动 二 用于研究受控环境中语言的出现和演变 三 用于研究语言对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影响 人工语言透过文化演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 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 一 自然语言影响 人工语言可以受到自然语言的影响 例如英语 法语或西班牙语 例如 二十世纪初创建的人工语言世界语就受到了几种欧洲语言的影响 注射 大政者 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